蓝起人这一检查就是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对蓝望鸡而言十分漫长难熬 他坐立难安 时不时就要往衣柜的方向瞥一眼 担忧魏无羡在里面闷坏了 同样度日如年的还有窗外的两个人 脏色知道蓝起人回来了 不由得为魏无羡捏了把汗 但好在魏无羡机灵 这一点就随他 很快就把自己藏好了 蓝起人看上去一直也没发现他 但问题就是藏这么久肯定要憋坏了 于是脏色一直盼望着蓝起人能够赶快离开 然而事与愿违 蓝起人像是迟迟没有离开的打算 脏色就忍不住时不时往里面偷看一眼 看起来和做贼没两样 其实他也不想这么偷偷摸摸 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每天看着魏无羡伤心失落的样子 心里很不适滋味 为此他还特意去找了蓝起人说情 谁知道蓝起人不仅没被说动 反而很直接地批判了他的教育方式 蓝起人觉得他和魏长泽的教育方式很有问题 对孩子过于放纵 魏无羡才会养成如此散漫又闹腾 简称不守规矩的性格 蓝起人坚定地认为 魏无羡这样的性子 会对蓝忘记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要明智地及时止损 不能再让两个人待在一起了 这些话就像是在脏色心头泼了一盆凉水 他看着蓝起人一时雨色 万万没想到他这人见人爱的儿子 竟然第一次碰了笔还是一块硬笔 沉默的氛围在两个人之中维持了一会 蓝起人开口说道 其实不用太在意 小孩子都三心二意的 过几天也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什么感情都是假的 魏长泽回来听脏色说了这件事 觉得蓝起人的话有道理 还补充道 我们想办法给阿英找个新朋友 阿英肯定就不在意这件事情了 哦 对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 脏色打断他 看着有些无语 只是我们成年人认为可以不在意 小孩可不会这么认为 脏色对魏长泽这危险的思想 做出了很大一番批判 并决定帮助魏无限偷偷去见蓝忘记 魏长泽紧张细细地 把脏色从窗户旁边拉到一旁 附在脏色的耳边窃窃私语 别被发现了 脏色看着即将隐没在地平线处的光亮 感慨真是人生如戏 直到地平线处的光亮消失 蓝起人接到一个电话 说了两句就匆匆转身走了 蓝忘记听着门卡达一声关上了 心中紧绷着那根弦终于松了下去 蓝忘记赶紧走到衣柜旁边 想要拉开柜门 林了又忽然想起什么 匆匆跑到房间门口 想要把门锁起来时 门忽然又开了 蓝忘记吓了一跳 抬起的手看看停在半空 蓝起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问 干什么 蓝忘记把手收回去 站好 淡定地说想要去卫生间 隐藏情绪是蓝忘记最擅长的事 蓝起人并没有发现蓝忘记的异常 交代了几句要出门一趟的事情 走之前把门锁上了 蓝忘记看着紧闭的门抹了抹 退回了房间 却到衣柜前喊了一声未无限的名字 没有得到回应 蓝忘记心中一紧 连忙将门推开来 魏无限已经趴在他的衣服上睡着了 魏无限应该很早之前就睡着了 这会儿已经睡熟了 身体随着呼吸的节奏 均匀地起伏着 眉头舒展 嘴角似乎还含着淡淡的笑意 说起来神奇 这好像是蓝忘记第一次看到 魏无限这么乖巧安静的睡颜 蓝忘记忍不住垂下眼连多看了一会 他不想 舍不得叫醒魏无限 但是脏色已经在催促着敲窗户了 蓝忘记只好蹲下来 试探着喊了一声 魏英 魏无限丝毫没有要醒的迹象 蓝忘记琢磨了一下 尝试着抱住了魏无限 但是这个姿势很难让他把魏无限抱起来 他努力尝试了两次都失败了 但好在是把魏无限折腾醒了 魏无限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看着蓝忘记 看上去像是睡猛了 蓝忘记有些心疼的揉了一下魏无限的脑袋 起来吧 魏无限嗷了一声 抓着蓝忘记的衣服起来了 临走时 魏无限很不放心的看着蓝忘记 问道 蓝湛 你会听蓝叔叔的话 以后都不理我了吗 魏无限知道蓝忘记很听大人的话 他希望蓝忘记不要那么听话 不要不理他 不要不看他 但是这样也不行 这样蓝起人就会把不听话的小孩打一顿 他也不希望蓝忘记痛 蓝忘记想说不会 但还没有来得及 魏无限忽然自己想通了一样 很是大局的说 算了蓝湛 以后你还是不要理我了 魏无限一脸决绝的从窗户上跳下去 被脏色和魏常泽带回家了 脏色看着魏无限搭拉着的脑袋 有点心疼 你真的舍得让哥哥以后都不理你了 魏无限果断的摇摇头 语重心长的说 我不想蓝湛被打 脏色想了想 给他提了个建议 那我们以后偷偷摸摸的 趁蓝叔叔不在的时候 钱哥哥不就好了 这个念头在魏无限心里燃起了一点苗头 但很快就被浇灭了 因为在蓝起人不在的时间里 蓝忘记都被送去了培训班 蓝起人觉得蓝忘记在魏无限的影响下太浮躁 需要修身养性 培养能成得住其的品质 为此给他报名了古琴班 其实蓝起人早就想爆了 那和前几年没什么钱 这两年生意渐渐好起来了 才有了充足的支撑 因此在幼儿园毕业后的整个夏天 魏无限几乎没有见过蓝忘记 这个夏天的记忆 对于魏无限而言 什么都有过躁的蝉鸣 青田的西瓜 盛开的荷花 清澈的溪水 小麦不理的收音机 新出的动画片 各种颜色的水笔 雷鸣 雨声 菩萨 但是没有蓝忘记 雷鸣 雷鸣 雷鸣